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婷婷老师 要为各位介绍的是管理文件视窗运用 如果要在画面里面实际预览整个作业范围 请同学选择检视整个作业范围 画面会呈现整个作业范围 画面左上方点选视窗 滑鼠左键压着不要放 把它拉出来 它就变成是一个浮动式的视窗 在视窗的右上角地方 这边有一个矩形框,点选它 你可以将整个视窗展开来 变成是最大画面 如果要还原适当的尺寸 视窗的右上角的地方点选复原 再来是多重文件的预览方式 如果要将这个视窗变更为浮动式的 滑鼠左键压着不要放 点选左上角的视窗 左键压着不要放,把它拉出来 变成是浮动式的视窗 再来如果你要去变更它的排列顺序 在视窗的地方 排列顺序 你可以选择重叠显示 那这个视窗就会重叠显示 视窗排列顺序 选择拼贴 会以拼贴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视窗 视窗排列顺序 选择合并所有视窗 该选项会将所有的视窗做合并的动作 那如果你要点选使用资料1的文件 点选左上角的视窗 点一下,画面就切换 切换你所选择的视窗了 假如您要恢复检视 请同学选择检视 使页面符合视窗 画面会整个符合视窗的大小 在进阶工作区里 选择页面 同学可以点选你要预览的页面 指定第二页 滑鼠左键用力点两下 你就可以指定你所要显示的页面画面 再点一下 将你整个面板收合起来 或者在画面的左下方的地方 这边你也可以去点选指定 你所要指定的页面内容 三角形压一下 这边右边这边的三角形点一下 你可以去指定你所要选的页面 或者是点选上一页 右边下一页 进行页面的切换